你好啊,我是少年 爷爷将来还如果想要寻求邂逅 就得去地下城冒险 于是少年贝尔在地下城邂逅了美丽的剑基 还与他共物 并且被可爱性感的圣神提亚收入卷足 更由预解气气爆棚的命作为队友 还有努力莉莉的指挥陪伴 爷爷,太感谢你了 今天我要继续跟你们讲的是 在地下城寻求邂逅的奇幻故事 在地下城寻求邂逅是否搞错了什么 二,由于圣神提亚签了两亿巨款 于是命还有贝尔等人都愿意跟他一起还债 可是命却频繁出入花街 这让贝尔和维尔不担心并做出错误的事情 而选择跟踪 可是观察了很久 也不知道命到底要做什么 于是三人忍不住直接询问 原来命有个很重要的朋友在这里工作 他们不敢相信 所以便来这里调查情况 谈话之间 贝尔和伙伴走散了 结果却遇到了荷米斯 对方在这里看到了贝尔 都懂,都懂啊 维尔给了贝尔一瓶特殊的药剂 之后在寻找命的时候 却遇到了伊斯塔郡主的阿依莎 贝尔被对方强行带了回去 布料却同时被团长弗里尼给盯上了 作为新秀的贝尔到哪里都是想摸摸 看着这群奴狼似乎的女人 贝尔只能疯狂逃跑 可是在跑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后 却又被一个长相妩媚的狐女给推倒了 可是对方来也匆匆取也匆匆 不知道为什么在靠近贝尔时就突然晕倒 等醒来后便没有之前的那番失礼 还好心地让贝尔待到天亮 因为等到天亮后 伊斯塔郡主就会休息 婚女的名字叫村姬 十一岁被父亲赶出家门 之后四处奔波 被卖到伊斯塔郡主 这个郡主战斗力很强 但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金钱出卖身体 肮脏毁灭的象征 让村姬对未来不报任何憧憬 天亮后 村姬就送贝尔离开了华街 但贝尔因为去华街 被和斯提亚训斥了一番 还被惩罚体力劳动 从贝尔那了解 命得知他的友人村姬 真的在春楼里 贝尔去了解了一下伊斯塔郡主的情况 郡主里有很多三级战士 其中团长弗里尼更是无级的存在 几年前 甚至连禁忌艾斯都差点输给了他 难道听说伊斯塔郡主的实力 远不止上报工会的实力 伊斯塔郡主的实力不拢小觑 连工会都无法插手 贝尔的负责人 劝他离伊斯塔郡主远一点 这天命去找春姬 乃至春姬拒绝和他相认 原来以前 命是在一个破神社里长大的 有好心的剑雷神抚养他们 而春姬是三脚下的富贵女儿 有一次 春姬主动请求父亲把食物分给命他们 然后命令他们看到春姬 一个人的孤独 就总是夜晚偷偷地 把他带出来玩耍 以报答春姬 现在命真的很想求春姬 于是贝尔决定帮助他 这次和米斯来看贝尔 他提议可以通过赎身 来让春姬获取自由 如果春姬只是伊斯塔郡主 不重要的成员 就比较容易赎身 可是当贝尔说春姬是个胡人的时候 他沉色凝重 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说自己把杀生石交给了伊斯塔 而伊斯塔就突然命令手下 把贝尔拐过来 因为他的死对头弗雷亚 好像很忠于贝尔 他想拿贝尔挑衅弗雷亚 伊斯塔准备在满月的时候 迎来杀生石的仪式 等仪式完成后 他就要向欧拉利最厉害的卷主 弗雷亚卷主宣战 命令和贝尔为了帮春姬说声 而去地下城打怪赚钱 但这也正好踏入了伊斯塔的陷阱 因为想要抓捕其他卷主不留下证据 只有在地下城是最好的选择 他们在粮食库里一直打着怪 突然贝尔就被阿伊莎拉到了一个洞穴 同样是三级战士 可贝尔却完全打不过阿伊莎 就算命赶来了 也一起被收拾了 可真正的原因却似乎是春姬在背后 给阿伊莎提供特殊的能量 之后 命和贝尔都被抓了 结果弗雷亚想要独团贝尔 把他带到了密室 阿伊莎赶紧派人去找弗雷亚 春姬一听被抓了人士贝尔后 就找到了弗雷亚的密室 他趁弗雷亚去拿东西的时候 救了命和贝尔 贝尔一看见春姬感动得大哭了起来 春姬说自己不会被责罚的 这是他最后一次的任性 这次贝尔说出他和命的俗生计划 春姬感觉很幸福 但却没有表现得太过期待的神色 在命去找贝尔的时候 侮辱了一个房间里得知了杀生石的秘密 杀生石是可以奉用胡人族灵魂的 紧急魔法道具 只要有那石头 就可以自由使用胡人族的强烈魔法妖术 魏力比魔剑还要强悍 所以春姬就是这次仪式封印对象 也就是牺牲品 因为他拥有提升使用者等级的魔法 封印后石头就能发动着魔法 春姬也不复存在 要进行封印 就会在今晚的满月时举行封印仪式 并在街道找到了春姬和贝尔时 阿依莎突然抢走了春姬 她说如果贝尔插手 那么就是卷族之间的战争了 当贝尔问她 怎么可以把同卷族的器人当牺牲品时 阿依莎却回忆起了自己当初 因为讨厌春姬一副不想活下去的模样 而把送到据点的石头弄坏拿来撒气 结果她被弗里尼走到半死不活 被伊斯塔魅惑到精神崩溃 从此再也不敢违抗伊斯塔 这就是她的卷族 她并不讨厌春姬 甚至想要贝尔拯救她 但贝尔似乎因为害怕调剂战争而不敢行动 阿依莎嘲讽她只是个没有魄力的软弹小鬼 贝尔开始挣扎 她到底该怎么办 对她来说英雄是不会放弃的 于是她坚定信念 决定要救出春姬 她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 那就是带上大家一起逃出欧拉利的准备 于是贝尔和命兵分两路 命去救春姬 由她从大门进攻粉散出一地 贝尔发出了火焰闪电 也让在据点外 正好赶来救人的赫斯提亚他们 看见了 于是他们也闯了进去 贝尔在努力的坚持 弗里尼和阿依莎都被派去拿下贝尔 而春姬则要被转移到空中庭院准备仪式 贝尔也完全不是五级的弗里尼的对手 火焰闪电也根本没用 这是伊斯塔来了 她让所有人都去守着仪式现场 然后自己要准备占有贝尔的第一次 然而她发现 贝尔完全没有被她魅惑 让她丢进了脸 贝尔也趁其找到机会逃走 另一边的命找到了春姬 可是春姬不想被救 她觉得肮脏的自己不配留在贝尔身边 命被打伤了 可是她不放弃 不管怎样被春姬拒绝都不放手 看守了萨米娜觉得很有趣 于是决定跟命一对一 可命完全打不过萨米娜 命被众人嘲笑 但是她不让躲在暗处的贝尔出来 她想继续战斗 以前剑来一声说她最适合做忍者 于是她出其不意地临场魔法 把大家都炸飞了 可是代价是以自身受水为条件 看到这一幕的贝尔立马冲了出来 打飞要刺向春姬的剑 剑上的杀伤石也碎了 弗里尼气急败坏地要打死她 春姬让贝尔快走吧 她就是个肮脏的女人 可是贝尔正气里难地说 我们所从勤的英雄 即使是仓妇 即便是强敌环道 也不会见死不救的 春姬被她的话触动了 第一次说出了自己 不想再出卖身体 不想死掉 不想连累别人的心愿 救救我吧 说完 她发动了魔法 加强了贝尔的等级 贝尔竟然能跟弗里尼战斗抗衡 几番交战 弗里尼被贝尔打落到楼下几层 不幸在楼下碰到了 奉弗里尼尼之命 带人去接伊斯塔后路的奥塔 弗里尼完全不是奥塔的对手 她囚牢的时候 因为玷污了弗里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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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的能力总是让人出乎意料 没有村基加持的贝尔却让阿依莎落败 伊斯塔没有想到 弗雷亚竟然会因为贝尔而出手 弗雷亚说伊斯塔这次越过了她的底线 她要碾碎伊斯塔 伊斯塔被她消灭 耸毁了天界 这一切都被赫米斯看在眼里 当初故意告诉伊斯塔 关于弗雷亚喜欢贝尔的事 没想到引发了现在的结局 她的一切目的 只是为了把贝尔培养成世界大英雄 完成了一个糟糕夜夜宙斯的愿望 之后村基加入了赫斯提亚的卷足 阿依莎也和村基道别了 一直以来她都对村基照顾有加 现在她把村基交给贝尔了 自己带着姐妹们要去拉吉亚王国转一转 只因为阿瑞斯是个没啥智商的上身 那边到处都是男生 也是他们这些被称为肮脏的女人最适合的地方 临走时她告诉贝尔 村基没有出卖身体 每次她见到男生的身体就会晕倒 所以一次交易都没有完成 后来贝尔和村基晒衣服的时候 不小心手牵手被提亚看见了 吃出的提亚就全部不可以再异性牵手 但是允许人类和神亲密接触哦 莉莉大声抗议 提亚问贝尔 如果有神向她告白会不会同意呢 贝尔想都没想就说会拒绝的 提亚听完后伤心欲绝地离家出走了 可是贝尔只是单纯地认为神是不可冒犯的 在去寻找提亚时 路上碰见了米赫和赫菲斯托斯大人 贝尔向俄伦提出了 神也会对人类产生恋爱的感情吗 俄伦说肯定的 虽然对神来说这爱只是瞬间的 但是对人类来说很可能是一生 但是如果被神是爱的 请好好面对 提亚一的恩证生闷气 结果就在欧拉蒂城外 被那个脑残上神阿瑞斯给拐走了 对方一直无法战胜欧拉蒂 于是决定拉一个人质 哦不 神质作为威胁 提亚被拐很快引起了注意 艾斯和贝尔一同追剧 经过会飞的雅思菲的帮助 很快找到了艾瑞斯 然后提亚不小心坠入了山崖 贝尔艾斯跟着她一起掉了下去 艾斯救了被大水冲走的提亚和贝尔 现在暂时住在深山里的村长卡姆加利 村里有人都很乐情 正好村里要举行祈求丰收的祭奠 于是贝尔就去帮忙准备了 他在村里看到了黑龙大人的领片 赫米斯曾经跟他说过 那存在的机会带来毁灭的黑龙 确实存在 这是很久以前黑龙丢落的 也因此当普通魔物对村庄谨而远之 贝尔没有想到 传闻中最有的黑龙 现在却守护了村庄 卡姆和贝尔说了 自己曾经和自己的上神不离基特相爱 可是在一次被魔物攻击的时候 上神为了保护他而被魔物打死 回到了天界 他也落入了陷在这片深山中 然后在这片村庄里收养了丽娜 卡姆劝贝尔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上神 不要留下遗憾 等到了祭奠 大家开始跳丰收事物 存名说 单身男女跳舞就会成为恋人 于是提亚就让贝尔邀请他 两人跳起了舞 但在这时卡姆却突然病危了 他同赫斯提亚提起了布里基特 才知道布里基特与提亚是好友 卡姆很想再次见到布里基特 又害怕见到他 在此前赫斯提亚放下了双马尾 他扮成了布里基特的模样 对卡姆所说的爱意 但卡姆仿佛见到了布里基特 没有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可这件事却让贝尔觉得 人类总是先离开人世 也许本不该跟神谈恋爱 因为神是永恒的 如果和神相爱 神也许会因此一直悲伤下去 提亚很温柔地说 虽然不能度过一样的时光 但是不管贝尔沦为几时 他都会找到新的贝尔 再邀请贝尔进他的眷属 所以不要再拒绝神的爱了 好吗 一直以来贝尔都对提亚 有着很深的感情 那我们就在一起吧 第二季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第三季也在今年就会发布更新 最后一集的告白 着实让少年的少年心 哇 都看哭了 可是间接艾斯却在一旁站着 面无表情 贝尔不是喜欢艾斯吗 看得在提亚告白的那一刻 死我艾斯就没有机会了 而第三部是否会有新的转折 也真的当然很期待 地下场这个系列的第二季 几乎脱跪了地下场冒险的剧情 但是却仍旧保留着后攻翻的套路 今后女孩都不是那么无脑地 对贝尔有感情 整体剧情的铺设 我真的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第二季的评价真的不是很好 有时候我发现 评分高的作品不代表确实好看 因为每个人感受都是不同的 但是因为评分太高 所以导致觉得不好看的人 他就不敢去喷 而评分低的作品则会起到连锁反应 想想觉得还是挺可悲的 但我并不是说评分高的作品就是不好的啊 只是说有些作品 有些作品 我是少年 一位迷人又可爱的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的评论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许下 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动画电影 或者番剧可以私心投稿 我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你